材料清单 鸡蛋4个 滴筋粉70克 菠菜汁55克 玉米油45克 细砂糖60克 准备工作 生菠菜洗干净加少量水 榨汁真的很少的一点点 也可以不加水汁接上 滴筋粉过筛 粉粒蛋黄 蛋白 蛋白放入冷冻式备用 满中倒入油 20克糖和菠菜汁 搅拌至糖融化 液体入化 筛入滴筋粉化一字 搅拌至无干粉 加入蛋黄继续搅拌均匀 烤箱预热 170度 高速打发蛋白 剩下的40克糖分 三次加入蛋白中 书法如图 打蛋器控制盆 并垂直不动 左手必湿针 慢速转动 打蛋盆 最后一分钟低速整理蛋白 消除大气泡 打发致湿性 肩肝状态 取三分之一蛋白 让到蛋黄壶中 翻拌均匀 花刀从中间切 加入了贴纸盆底 刀盆壁刮上来 同时一直不停 一时针转动打蛋盆 翻拌好后 倒入剩下三分之二蛋白霜中 刮到顺序 整贴纸盆壁转一圈 将周边较粗糙的蛋白霜 拌进来 继续翻拌 翻拌好的蛋糕 不是细腻又光泽的 蛋糕 从10厘米高处 倒入模具 用勺子稍微翻拌下 双手大拇指 按住中控柱 然后提起模具 清蒸去除达气泡 烤箱中下层 160度 分15分钟 时间温度紧空参考 小烤箱的坏处就是这样 但糕点不离山管太近了 但20分钟必须交给西绝 不然出来就是倒黑脸 出炉 立即清整一下模具 去除热气 倒扣亮亮后脱模 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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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